全是水就没得救了 只要一找水就是废纸 废纸都不如 跟他们一块去救人去了 他都是书呀 孩子们大力没有那书呀 他都是知识 两本书里边现在最少有个 存了五六斤水 你卖废品你咋卖 废品肯定不收水啊 你想处理它都非常难现在 一米八以下 全是废品 这个当时就是剁的非常高 其实我们的书都是剁的非常高 因为他出版社 出版社给我们的时候 直接我们抄的是裤顶子 全部拿走完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量非常非常大 这都是整拍子的 都是一种书 所以呢你看这个 现在看着上面挺好的 其实就上面的几层 下面的全是全完蛋 里边更惨 你没法上里边去 里边全是东倒西外的 还有一些凉画 这都是 这都是好的凉画 比如再找都找不到 对啊 都吸饱了你看 你看全是水 咋嘛 哎呀痛苦死了 没法干了 不干了 走了 这底下全是水了 现在 你看 这没本书都是一个大气泡 它里边都喝得饱饱了 现在 没本书都是大气泡 哎 这里边全水 太深了 现在 店也不能 也开不了了 书也没了 今天我是第三次进来了 刚一开始那天我就下发大水 第二天我就来了 第二天来已经是进步里边 我刚刚进门口 因为我一看全是水 就没得救了 就直接就走了 走了 最后跟他们都在村里边 有一些村里边人还需要 就跟着帮着他们 跟他们一块救人去了 因为很多人需要往外走 他也很恐惧 因为当时全是水 有很多东西都是存那么多年 存的东西 它瞬间就成废纸了 这东西你是无法接受的这种事情 现在 你比如说我到我们书店 我看见那些书 我都能联想到库房 因为以前书店里边放的书 都是库房送过去的 想到店里边还在那摆得那么好 库房没了 以后再往店里边送也送不了了 没有货了 这个书这东西跟其他东西不一样 只要一招水就是废纸 废纸都不入 因为什么 它水 人家收费品呢 里边含那么多水 人家怎么要啊 这哥们基本上不剩啥 他这个库房 我认为是最惨的 基本上是不剩 我到现在我那库房 我告诉你 我都不敢去 那边人我那个库房也没去看 这也够清 你看看看着上都是书 这都不能要 哪都不能要啊 那一本都不能要 你这样怎么跟你说啊 就这个大姐困到那个 困到那个库房里边 就是为了把书能多放高一点 保留多保留点书 别人出来 咋叫叫不出来 后来几个人硬去给拽出来的 二十年纪在他楼子 啥也没呢 你这用推肚鸡直接能挑就挑 我看见我都受不了 这都学的知识文化呀 办的书一本一本拿勾鸡给它勾了 多死都人 他都说书呀 我把孩子们带你们用来书呀 把书都已经 都没来哭 已经哭了 他都在吃吃啊 你没了 我好气 好气 这咋的都什么的 这 这咋的书什么 没法受伤 没法受伤 盖上那水 你在你连没了库房里头 我真的完了 想用也想用不过来了 我长这么大没见我爸这么大还睡 买都买不来了那个书 我看着 我这身高175 这是水位 一下午就到这了 一晚上第二天直接就到这了 这个水特别快 我这平时还整了一个小网店 然后卖点 然后屋里存了一部分 现在也一点儿没了 看这水就到这 这都吃完了 一堆一堆的全是 全是的 没有不是的 干了几年就存了一些书 这书一泡啥也没了 一点儿没了 疫情之前进的货 因为疫情 好长时间这书 基本我们就没法卖 就一直在这放着 这疫情刚结束 这书 刚刚有点好转 这个市场 这嘎一下又一发水 啥都没了 疫情扛过来了 这水灾 疼不住了 水退深的时候 都看不到这两天了 连这书冲的到处都是 那裤房连大门都冲好了 满院的都是 打好包的时候 都没来急发火 这也是从裤房冲出来的 水印都已经到这来了 比人还高 你抢救到一层二层 根本也没用 全都泡掉 看着太迅速了 一进来就心里难受了 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现在所有的裤底都在这边 所有裤臣都在这 一下全没有了 现在还不知道从怎么开始 希望能有一些扶持政策什么 但是现在没有说法 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只能是叹息啊 我们这小裤是14年我跟我媳妇打拼起来的 现在什么东西 现在什么东西 石阳的话 189万左右 马阳是1600多万 都都在这 全没有 他们再把那个能够抢的书再抢一抢 最可惜的就是屋里的那些 那都是绝反的书 我们家里边那边 水最高的时候都把我给抹了 还是那个边那小区 心情反正是挺糟糕的 那种挺伤心的 这些书毕竟都是我们弄出来的 东东网人家有自己的网站 东东网人家有自己的网站 号召率大都知道 像我们这一块 有的媒体都不关注 没啥关注 没啥关注 烧水的废品也不愿意要 就是为了 你尽管他 有我 这里有个人 关闭 有没有 一天 没关注 烤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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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院应该得有五六千平米 每家损失都是极为惨 因为因为这次这个水啊主要是在这个区 因为从那边河里边直接漫到这边了 这个是受灾最严重的一个园区 你像我们这个损失 目前怎么说也得过千万了 因为清出来以后刚一开始都没有清出来 都没有看到现状 现在是怎么也得过千万了 都是进货家 这个东西它都是长年积累的 那么多东西它才能运营下来 你现在一让它花几百万 打几千万来买书来进货 它也就也没有了 基本上这都是这些都是做书的人 都是一直在一直在不停在滚动 才才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的 后期我们因为我们北京的实体店肯定是受打击很大 而且对实体店的影响也非常大 所以呢 再想让他有的人想东山再起真的很大 我估计改行的人会有很多 可能也是部分有一个真是穷家当场 还有一些人是贷款 他们都是都是贷款进货 那个压力更大 给人年轻决 Sovie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